LAB这边打的是套303 很单纯303没有带DVa 少了手DVa限制 对 换出了一个破坏球 C's的破坏球 C's之前使用破坏就确实比较多一些 双主坦的阵容的话 印度还可以 但是持伤害的能力就持续持伤害能力比较弱 打第一波的话 这个冰枪格德其实效果一般 但是位置会先摆好 让自己队员这边挥地底下 一波伤害还算不错 两边阵型有点乱 远处的C's已经没点到 而且血线也拉不起来 现在 这边隔断了一个蓝银哈克 这两个漂亮 这个大小数全部被隔在里面 那要比这边怎么往后退 这一波打完的话 其实是可以看到出来 整个C's在小美 这个印象的理解还不错 就是去隔断什么位置 就第一波可能隔得好 就是你被隔断了 隔不好我也全当作一个 近点的一个 以近点的一个屏障 那来到这一个时期 可以看到机器人手上的6个能力 已经来到89%了 难道竟然还是很快 这一波点内有一个拉点 但是我们立刻回来回保一手 对这个 鲁骄确保你没法直接拿点 哇直接撞进来 破坏对面阵型 破坏西西的阵型 在自己被射了 而且这边是被直接撞死了 给一个大点 L.A.B.开着瞬往前顶 机器人出了机会 机器人前面拍已经拍过一次了 所以他第二个拍 现在已经又有60能量了 对这一波没有什么办法 自己所有的辅助大招 因为胜刚才交过 音场还没有在线上 所以这一波就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 但我觉得对于L.A.B.当中 他有一个机会在哪里 是因为对面是一个 安娜加武器要组合 所以对面除了这阴障的话 就只有 只有阴障的一手 可以说反抗他的 对 这边还是选择由C的拉点 其实刚刚他们已经做得不错 C的拉点之后 直接盪到全台 撞到对面的阵型 但是C的GC很明显 更有经验 去应对你这一套阵型 这边直接炸死别的物理机场 两边各种范围机 全部都丢下来 机器人反拍 就拍到他盾上面 还是有拍到一个人应该 是的 但是可以看到L.A.B.这边属卡 说腐子都掉了的情况 确实没有办法 再继续进行抗战 这波 卡了一个仓鼠 而且两针这几针都非常关键 这空在进行抗战的手里面 这个C的GC在往后拉扣 因为水上确实没有比较多的大招 去做这一波促进 嗯 看一下接下来 哦 这个低速祖金 这边的能量很高 伤害打得很足 是的 L.A.B.这边 银枪也交出来了 这边有个重速的仓鼠球 疯狂的给到其能 两个重的朋友都交出来 看一下剩余 这边冰的一个状态还不错 而且有胜 这个剩很关键 这边是有胜的 所以说青银枪打得也不是很着急 其实这一波 对 所以我说 其实L.A.B.这套这种的优势就是有胜 但是现在还不好说 蓝哈在前面被隔断了 直接收掉 破坏球返场 破坏球这边隔断队链的阵型 看能不能收掉 嗯 这一波因为冰一直活着 所以它的整个输出还是非常保持非常高的 紫金的水线很低 点一直还在随随控着 还在做拖延 金星现在50能量 想要保着 保着自己一个暴风雪 这边亚库莫返场 好 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输出 那机器人这边有点撑不住了 这水线很低 能不能造成击杀 反撞一手没有成功 那这样的话点上应该是要被踩回来 是的 没有关系 这边点位已经来到99% CC这边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些技能运营就可以了 L.A.B.这边是由细地做一个观测位 嗯 其实很有意思啊 TBCC选择打这套带小美的一套地面这种手 选择是安娜这个点 那机速确实很有用 但是也确实少了一手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对面这个胜的作用 就完全是自己的一个技术所受到自己的 是的 而且可以看到L.A.B.这边是一个水线 还带了一个地雷 对这种转腿这样的玩意是比较贴命的 找风雪要丢吗 直接丢了 不断暴风雪 但是对于运营 机器人的劣机猛机也直接拍下 造成一波击杀 是的 这边天空是完全动弹不得 那点上的话现在 诶 之前是被控了一下 对手众里面有丢出 但是有伤害吗 地雷进去 这地雷进去配合二供 这个伤害瞬间爆炸 而且又有一个胜 因为可能两边都是一个地面种 所以胜的技术本来就很快 是的 这边的话是利用地雷进去 带气了D.Va的核爆 对 就本来是一套 这个我们叫重力核爆的一套组合 但现在是换成了一个重力地雷的认 是的 其实在面对这种 对面这种带仓鼠球 比较机动性的这种小美的阻断 做的并不是特别有效 嗯 因为对面有个话 就一直可以 就你反正格偶我就走了 格偶我就走吧 是的 那现在点位已经来到60% 对Tim CC来说 还有两波的机会 其实手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动力喷涌 而且马上有激素了 这一波是在双斧打招进场 对面只有一个音杖 直接吸到后排 是为了一个来因哈特 影响交得还不错 后手的伤害能不能及时补上 但是L.E.B.这边的这个地雷进去又要好了 L.E.B.这边没有任何人员的鼠伤 哎 这边一个格段来因哈特水线很低 被收掉了 哇 这这边继续连带双盾 要开 又是被 褚盾挡了 但是这边地雷进去丢在箭里面 破坏球能够活多久有点难 感觉这个雷巨也 可能能撑到自己队友的反场 可以看到美妈这边是在针对正面后排 嗯 这边有点难活了 这下雪线有一些低 保了一手 点上现在 准备还在进行点位的争夺 可以看到紫禁这边能量很高 双坦还在 其实这边 哎 破坏球也反场 还有只有中的朋友去了 两个 撞了一刹 但是这个暴风雪有点致命啊 是 冰击雕档这边还是带走了很多人 L.E.B.为了 因为毕竟是转手阵了嘛 他们为了去打这个伤害 是一定会踩到这个暴风雪里的 就你拒我谁 我就往那个被拒的人里面 就是暴风雪 这一波之后交了一个圣 踩着圣 想要进场 踩到自己队友反场 但是这边是被一个美妈割断了进场的路线 嗯 有点难 而且紫禁的重力朋友是一个接一个 这一波也是不会让你再进场了 B.0 L.E.B.的阵容还不错啊 就是我们看到 在面对对面的造导演阵容 还是取得一些效果 虽然不是 对面不是一个典型的三里拳 就是已经很少见 就是两边都没有选一个 非常典型的三里拳出来 去打这一张图 好 那这样的话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张小图 来到这边的夜市 那夜市的话 看一下双方的阵容会不会有的调整 TVCC这边应该是要换了 换成一个地面三里拳一个 河队面一样也是用破坏球要替代吗 还是换掉的 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地面三图 是很关键很正常的 是需要去吸到安娜的敬导屏 是 治疗真的 可以看到在没有D.B.0这个点位之后 L.E.B.这边阻底还一直被水 对 各种被水 因为体积本身也比较大 是的 好 那这样的话 L.E.B.选择还是没有拿D.B. 原来是用破坏球带地D.B. 但是天空的位置其实很危险啊 能回去吗 还可以拉了一些水线 是CC这边全员想要扯到点里 被破坏球有点干扰有点烦 对 但没有关系 整体爆船爆的还是很好的 而且压得很狠 这个技术反撞还撞到了一个 反撞还撞到了一个超水球 而且撞到了防眼上面 这个也是有点配合 那CC这边一波雪球滚起来 自己的能量来的也是很快 嗯 特别是OK的这个点 自己拆下台胜已经7%了 下一波的话 应该就有胜可以保住团队的血线 那L.E.B.这边反打的话 还是主要靠一个集火 对 因为对面这三个人都不带矩 所以说 只要打的这三个人的身材 全部都是转化成卡塔的一个东西 对 实打实的伤害 对 这边让你回点 然后L.E.B.再拉正面 其实CC这边做的也很好 看到对面是冲死球 知道你们要破坏我们阵型 我们就索性压在点内爆炒 不可能你们在外面打 诶 这边两边主场位的一个博弈 是L.E.B.已经有了 可以去了 反拍 哇 这个反拍的三个人机器人很果断 是 机器人这边是看到对面 蓝银哈特想要过来做伤害 瞬间找了一个机会 在你松队的一瞬间 直接拍到三人 导致这种一波反团面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还是稳定的手术 而且是 坏者对面最大这一波 一个众的朋友的一个时机 刚才好像众的朋友放出来一瞬间 好像D.E.B.确还没有 是的 那这样的话 没有办法做那套combo的话 确实对 这种T.C.C.这种爆炒炮的很简单 确实比较难受 刷伤能力不太够 那六成的点位 其他的L.E.B.看一下做何打算 还有内地猛击加上地雷阵 以及后续的音杖和机脚毫力 还是先拉紧回点 然后拉正面跟他人如出一辙 好 那来到这边 我一个冲地下四度五度的核爆 一个核爆配合动力喷涌 但没有装盘和机杀 毕竟这边盘还没有碎 但是 双Boss这边还是带走了天空 而且两面音杖的效果就不太一样 L.E.B.这边音量没有救到自己残绝的两个单位 一个是蓝哈特 一个是波外球 而这边CC的音量只是保证自己可以往前 继续压进一波 是 我只能说在打303这方面 CC这边很明显 惊艳 在12支队伍当中算是更多一些 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整体的阵型 爆弹爆得非常紧 是 很老道的一支队伍 比其他队伍的303细节做得好多了 是的 那看一下最后一波吧 现在L.E.B.手上 L.E.D.猛击是唯一的一个筹码 其他打招都远远不在心上 L.E.D.猛击拍了 效果比较一般主要都被挡了 往里撞 是的 CC这边是想过来 对一些限制 可以带走天空 而机器人再次反排 也是能宣布这一局 应该是没有问题 进而拿下L.E.D.猛击这张地图 只剩一个破坏球在点里面续点 所以这支队伍是完全做到了爆弹这件事情的队伍 那这样的话第一盘还是比较顺利拿下 D.P.C.还是给我们在第一盘展现出来 一个老队伍应该有的情况 在空中处上 这一套组合 这两套组合 其实本来是比较针对多产阵容 然后大招非常致命的 这出门是什么 已经一套带走对面 这个应该是有一些喜拉伤害 比如说就是自己可能递的一些 法老金的火箭炮什么喜拉伤害 正好打死了 有点没想到 因为这套阵容是以前 其他队伍比较常用的 就是压在对面 努班尼门口打第一波传战 是 这个能量进展已经四成了吗 是的 原是直接上来 自己也很急 走过来蹭一波能量 但是可以看到 T.C.C.的回撤做的也很好 LAB打的是双AOE奶线的放狗 这套放狗的话 其实就是要拉进点里面 打一波集中的这种突破 打到一个点上去 自己现在没找到什么青红目标 那两边现在还在进行血线的交战 底下有个安全无血包 加上莫伊拉一个奶线的直上 也让对面法老金很舒服 可以看到Itaf这边的能量 已经来到70% 再拖一拖的话 下一波就是EMP 其实这对T.C.C.来说 是乐于去见到的 对 就是你在里面吃血包 我在外面赚能量 双C打招马上都好了 而且天使这边是 但天使直接被抓住了C.O.这边 是 下一个辅助也是被带走 那T.C.C.这边没有选择交招 双斧打招都被 双斧都被带掉的情况下 这样双狗在点里面是肆意妄为 对 现在法老金还在外线存活 亚库莫的位置变得很尴尬 对 反场了 那后来想要针对一下一个 天降正义强行师 暴命带走了一个地板 我没有看到双狗里面 视角发生了什么 但是还是比较有效 而且对面小地板也是直接带了 没有让你有机会换甲 是 这边可以看到 亚库莫应该会进行一个 对 果然会有一个英雄的更换 对 这边看SSEO的天使 现在这个位置 后面应该有换的 现在来不及换 那现在两边都是有一个 直接自杀换 那列空对位 对 也发现了对面有LAB强激火 后来这个意图 所以说我估计要换成 查亚塔这个 这个卢笑这个位置 对不对 作为一手双斧的互保 现在其实回到三斧的情况之下 就对于LAB的双C 就没有这么好活了 看一下接下来这把刀 没有选择过多的往前卡位 我们看到 这边TMMCC 选择会在SOMAS 这边选择开一波团 技术温正跳上去 那直接拔刀 找到对面安娜 反弹 但是 哇 这个安娜身上的争议 平自加上了一个布里塔的保护 是 可以看到TMMCC 这边对后排的一个保护度 也是很好 安娜没有杀掉 反而是自己交出了一把刀 是的 而这边亚库莫是先锤掉裂空 后又帮助自己的安娜去 反三条元世 这一波是直接让LAB的双C突击面成破产 那LAB估计要换阵 拉来这个元世 看要不要继续用 说实话 面对对面布里基塔 在卢销和安娜这套拉扯 和有硬控和软控的情况之下 其实自己不太好打 还是要拿元世和麦克雷 之前带着自己的元世暴露 一波前压 找到对面的残压塔 但是那边很聪明 压下了阴障 这个阴障 然后卢销来保一下 在核保重 IHORP这个裂空也是要成功之间 直接杀出 是 扼杀到沙塔之后 这一波进攻还是要被缓一波 现在LAB因为没有拿安娜 所以说 这些的奶线上面是不太够的 还是要想要把这个阵型拉开 然后把激火效率打出 是 Melo这边拿的是麦克雷的话 其实麦克雷是很容易被跳的那个点 而且 作为两个双主C来说的话 这两个辅助线的资源给的 并不能特别够 是 其实从LAB的情况来说 它现在面对对面是一个单C的裂空 如果能够抓到裂空其实是非常好的 但实际里的 这边呢 活不下来查查它 是 可以看到机器人和IHORP 两人双联共做得很好 那这一波是因为压到赛贵 靠田 直接我直接中了一个对面的空城剂 一个核保 直接双杀辅助 所以这一波TIMCC可能只能卡车了 那车边紫荆一直在 还带了一个核抱去换甲 这波要不要交核抱 还逼走了对面的 不交了 选择这个死在上耗时间就可以了 是 我们盘点一下两边的一个技能 可以看到TIMCC手上是压着 接近四个大招的 而且LAB这边反手的话 其实只有一个长海盛 可以保住所有的血线 看一下LINE这把刀 能不能做出一些突破口 LINE这把刀的话 其实有一个办法是 叫阴杖刀抢宝 但是自己兵的一个小迪法 是被收掉了 上手少了一个迪法的保护 这一波可能不太要打 而且IPWAB还在战场中穿梭 又找到天空直接带掉 哇 这边裂空敢于这么打 真的是也是非常猛 配合自己温顺利波压境 这一波还是把对面人 全部赶回压力 就是停在了一个B点前面的位置 还有一分多中间两分钟 下一波最关键的一个节奏 还是在LAB这边的一个圣架刀 或者叫阴杖架刀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 这一套投入出去的 还是危险度蛮高的 因为布里基塔这个定身 还是会让这边的LAB 有很多的一个顾忌 就很容易被直接控制之后 就算一套逮捕走 也是会直接让你的第一波 把刀没有伤害 H-UP拿到后排 对手刀交了 LAB一波把刀能不能造成击杀 直接秒掉了H-UP的裂空 没有让他想到 但是其他单位没有造成任何击杀 对 这时候看队友的一个伤害 还可以自己想要存活 还是被打掉了 双坦那边还是很硬 所以在这边 是 喵这边直接想要压下阴杖 我还是放下来了 力经重重阻碍 对 还好这边又是放下来 那这样的话还有没有机会 还考双坦躲开了对面的核爆 而且前面是有兵在做卡位 对面子晶的旋径已经有点见底了 这一波机器人也要先回去补给一下 那车边肯定还要再续一波 我们看H-UP手上这个慢车炸弹怎么去丢 想要找对面的谁 不想要找卡位 直接一个小包头 没有粘到 没有粘到任何人 但是自己家队友是即时反场 有一波音效 他们对面一定伤害 但是对手这个阵性保持得非常好 再加一手原始暴怒 而且Melo手上这个 OK 开着剩反场 但没有跑到机器人 有点可惜 但少了一个主弹 现在不太好打了 而且Melo还在找目标 想直接贴物理吉他吗 贴了有点犹豫 这一波输出效果好像有点跟不上了 是 虽然优先带走了对面的主弹位 但是自己血线还是被压比较多 对 而且Line对面的原始有点溜不掉 直接被子晋一套激火全部带掉 是 TeamCC在最后时刻坚持反场 没有交出特别多的大招 嗯 这一波其实很可惜啊 EV在面对对面一个少主弹的情况之下 没有能够很快速地完成亲人 始终找不到几个目标 对于他们来说还有最后一波的机会 那就是一个极加号令的布里塔 带着一个开刀的原始 那这样两个大招 其实不太好做唐宝 后手要看阴障什么时候都放出来了 EV还在找机会去捏一面双上弹 打得很大胆 怎么没有捏到 但是对面的主弹就是先阵亡了 拔刀 小房间里面有很多人 EV一刀 漂亮 这边应该只能收到双人 连收双人 但是自己的前端能不能做出一些贡献 现在自己只有一个副弹位 而且不理他也阵亡 场上耐久度其实不太够 交一个阴障 这个阴障很关键 保证自己弹队的血线 但是可以看到 Team CC 他们阵型很分散 对 对面不太好 起火 而且这边喵的炉笑要死了 直接被死尖打掉 双台还在车边中 这一套双台实在太影响了 7人 EV这边已经反场来到车边 对 反而这边就是一大浮雕对面的天空 那这样的话 这个轻点效率应该是很难把这个点的 但是拉油刷起来了 这边还有人 拉油是被最后被HR带掉 冰的机甲也是再次爆炸 没有荷包换甲 那这样的话 这个B点的团战 虽然持续了很久 但是感觉还是Team CC 一个优势 HR杀人如麻 最后在车 首到了B点 可以看到在最后反场的时期 CC的双T占了很长时间的车 对 而且他们整体站位比较分散 很难让LB做一个集火目标 就选机我们要说很犹豫 对 左边那个人可能躲在 左边那个雪包房那边 右边的人又躲在 右边的房间里面 然后机器人和这边紫禁 两个人在不断地 做一个交替的换位 就参取的单位会 回头去找后面的辅助 或者去干脆去找 回头找后面的雪包 那这样会让对面的信任效率 非常非常低 那这样的话 除了最后停到的B点 不过 我觉得LB前面的进攻 还是跟我们看出去 也不太一样的东西吧 因为在这个版本里面 去打存放狗 就是原始加上裂空这套DPS组合 已经相当少见了 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 整个沃岁阶段见的 不多的一套DPS组合 但我觉得可能LB这边 还是想去还原一下 以前那套东西 就是做一个强集火 就是做一个强集火 因为强集火这个东西 在一个队伍当中 算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我现在一直是说 为什么不喜欢看303 是因为303集火 做的太差了 是的 所以说一个队伍很重要 集火这个东西 LB还在去做的话 是值得去赞扬一下 他们这种保证 保持初心的特法的 就有可能 他们是要把这套东西 作为一个队伍的 基本功来练 对 现在是以下带练 是 看到后面会练成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这样的话 双方攻防部 我们来看一下LB的 一个防守阵容 拿出了原加上法老金 这套阵容 那这样一套阵容 相对比较走钢丝一些 辅助位选择的是 SINCE ANNA 也是她的一张成名地图 配合上喵的一个天使 看下 TeamCC来做 做和应对应该是一套 温斯顿303 温斯顿303的话 TeamCC基本上是 会选择去拉一个点 走下路拉点果然 不少往捏 但这样的话 看Melo的一个poke的能力了 然后CC这边 规避伤害了一个能力 非常强大的压力 我们看到这边Oakid 其实受到了非常多的人头 和伤害 那这样的话 这个A点已经很难得要了 因为坦位先阵亡 意味着 没有人能去踩点 这波也是直接放掉了 那这样的话 A点的时间是很优势的话 到B点自己 其实就可以打得比较 没有那么急躁 现在可以慢慢一点点的走运 LAB现在关键是看 两个C位的能量技能 原式的能量技能 现在不是很乐观 现在这套阵容 对LAB来说 比较好的是 他们比较不怕H-Up 这个重力喷涌 只要自己站位落位落好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就算被单吸 那也有可能能够直接拉起来 所以说 站位比较分散 是他们的一个要求 现在 而LAB这边关键 现在DPS大招等于 会先好一个火星弹幕 这边直接选择开团 这边直接选择开团 哇 但是自己也是被接走 对 但这一波也是不得不卡 因为不卡这一波的话 下一波团团是就开不了了 所以是只能选择开 就开一波团团 但是就怕这个时候又被 再带走是吧 对 这时候残局被收到人 那这样的话 这个B点恐怕这个车有点难碰啊 对 紫荆还要继续收 这个法尔尔没有选择继续收 可以看到紫荆 现在真的是打得很凶门 最后一波 但是他们辅助线掉得太晚了 温斯顿跳到车上 已经来不及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攻击CC是顺去 而进攻方LAB 不出意外的话 防守从打303 因为是已经吃准你们会打 这套阵容了 吃准你们还是会打303 因为英雄选择已经放出来了 对 就是你告诉我 你A点总不可能拿黑白盒吧 对 可能性至少比较小一些 所以我就先预先判断 你是拿扎迪亚303 那我们来碰一碰 对 然后我是在一套破坏球 放弃个低板 还是这一套东西 但这次你没有黑影也没有安娜 但从伤害层面上面来说 是LAB这边伤害会更高 对的 破坏球 破坏球直接拉点 但是自己后面 但是门口机器人已经优先 带走对面废头 废头的一个插下 他已经死了 这个和这个 这个 222选手聪明 那时候选择的职业是辅助 这就很尴尬了 这和刚刚 剧情不太一样 这和刚刚 金刚是一样的 就是自己一个人拉点 所有队友被堵在门口 就和刚刚那一场 我现在在想C的这个位置 CC是不是不知道 这个高度好像刚好看不见 但是他也很尴尬 自己前面的队友进来接不了他 他现在在等第二波 他现在应该要踩点 然后正面先维持住 正面的药爵 是先不能死人 但是 还是先杀你的补助 是的 这边OK的活力真的是高 C的这边也不敢偷偷拉点 这个偷偷拉点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很尴尬 因为对面带个卢笑 所以肯定反场很快 这边再等一波 很尴尬 他在这边只能自然增长 就在这边先挂一会儿鸡 偶尔还要动一动 还不能完全不动 不然要掉线 对 看一下这边 我在找 我估计已经意识到后面有个人了 因为对面每次 他肯定知道 就后面每次 我们每次只杀 来了 这边后面有个人 但是也不好杀这个人 卢笑又来过来跟那个球玩 这边只要让那个武王一个人 对 抬一下点就可以了 反正你也杀不掉我 但这边既然瞄准着 还是对面的后排 又找到叉叉叉 但是这次有扎了点 一个保护器就没有好杀了 但是之前手上开 开启自己的原始暴怒 顶到对面后排脸上 而且核爆也是揪出来 在一个高空的角度 直接炸死对面的喵 是 这一局目前来说 LAB的辅助生存非常的艰难 对 时间还是两分钟 前面两分钟的话 好歹LAB也是击挡一些技能 那接下来的话 LAB这边会有一个自己的胜 我们可以看到 Chim CC两个辅助 刚刚真的是公主冒火 你们行不行加油 好了那飞着现在手上 是有一个圣的 看能不能利用这个圣 一波压进去 和自己家仓球配合 仓球开启自己的地雷阵 来到门口这个位置 但是Chim CC也不是很害怕 还是被踩掉了一个紫禁 因为圣也是开出来 而且天空这边有一个双杀吧 对面小迪拜也带掉了 这一波其实利用的这个圣 还实际不错 其实Chim CC 其实现在人员调的有些七七八八的 对 而且位置也很差 刚才KR的这个位置 其实对我肯定救不到 那这样的话这个点应该是没了 是 他们LAB这边还是利用了自己 常常场剩一波压进点 和自己家破坏球配合 他们破坏球也是隐忍的很辛苦 对 而且废子这波剩 我原来讲一下 这个利用率是蛮高的 就前面也没有瞎放 然后等到自己最需要这波剩的时候 这一波关键台这波CZ又来了 在旁边 我等一等 我挖一会儿机 其实应该被对面看到了吧 来了 一波盪尽点的 想要制合自己的成本 还是配合 但是没有造成击杀 冲断了一波 对面冲断四季悬痕 这波交易上要出事情 是啊 还杀掉了一个OK的 对 这边在少查塔的话 防守防清点 有点轻不动 想要抢杀对面查塔 那查塔在多重保护之下 硬是没有死 还没有死 最后还是被雅库梦打掉了 那这样的话是完成了一个大任务 就是杀掉净了 雅库梦现在位置很尴尬 一个人面对双气 但是自己还没有死 重的朋友交出来 是聚到了什么位置 好像没有看到 这边冰的重的朋友 应该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 反而机器人 这边是直接一波拍 但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 刚刚他们在调人第一时间 就可以选择后撤 但是没有这么做 反而是让TNT这边收了一波能量 下一波的话 子晶手上是有一个核爆可以压长 而且雅库梦的集结号令也快好了 OAB这套阵容 不是做消耗的阵容 所以说面对这集结号令 还是挺头大的 是 其实刚才关键就在于 我们看到这两边都选的 都知道很明确 就是进攻方知道 我要保我这个Fate的查塔 而防守方知道 我就要杀你这个查塔 我看到清净所有人的力量 套你所有的辅助技能 我就是要把这个查塔 是要降低你的清点效率 是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LAB这边 而不是 进姿姿这边的财产 我们都知道 OK打得很凶猛嘛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 他整体的个人走位 可能会比较激进一些 对 走位可能会跟 和爆压场 炸掉所有的地雷阵 这个扫雷 核爆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还是手下来 而且LAB这又扣力 这边一个扎力啊 位置也很尴尬 一定会被收掉 不过LAB整体 还是在一个大招运营的期间 就是属于一个逆风期 那下一波的话 又是一个有胜的机会 我们知道 上一波拿下A点 是因为有胜那一波 那就看一下这一波 能不能利用好这个胜了 是的 那下一波的话 其实Tim CC手上 也有一个胜 还有一个重力喷涌 对于LAB这种 想要一波进场的阵容的话 其实这个重力喷涌还是致命的 对 现在看一下KL 这个重力喷涌怎么拍 现在尤其 诶 姐姐拿了个安娜 这边打了个四伏 回到了 就2014 这不就是他们 一个重力喷涌 直接吸一下 而且三 净凉屏是完全砸中了 被胜拒住的对手 这一波是 直接让对面这个胜无效化了 非常聪明 CC这边也是看准了 对面这套阵容 就是除了打几火 就是打胜的一波 伤害不是很高 对 那我们直接多奶 你们来 杀不死我们 我们和你耗 而且你最要命的胜这一波 我是直接可以用金疗瓶做counter 现在一样一个小技能 让你运了大半天 这个大招直接没用了 我看到Fate也是跟果断 直接回去换莫伊拉 知道自己叉叉 已经没有什么活着的意义了 然后紫金队里也要换 那你不用叉叉了 我换安娜也没有什么意义 两边还是在斗智斗勇 这边也是换回了一个自己的DBA 是的 因为DBA DBA是特制莫伊拉的主要是 所以两边都打得很深对 是的 两边其实现在大家都很精彩 嗯 这边Fate这个位置肯定不回复 的话很难误时间 从技能上面来说 还是进入cc比较占优势 这种朋友直接吸了 直接吸在小房间 但是效率并不特别高 这个鞋线 二条有大招 听不掉 但是里面双腹是进到小房间里面 被板清 这有点隐患 现在只有c有一个幅度还活着 是的 这边可以看 但是可以看到team cc这边转起的一个 嗯 卡位还是做比较好的 两边是左右 哎 一个查雅塔 直接过来保了一下队友 还清点一下地雷阵 对 因为进攻方式不带这个查雅塔的 结果导致这一波清点效率就比较低 这就是刚才双方一个破译的结果 是 前面还有一个仓鼠球 嗯 这一波又是没打下来 其实双方在这样一转破译之后 就逼迫说你拿了一个墨伊拉 好像第一时间奶线增长 但是你的B点清点效率 会忽然下降很多 会变低很多 是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又没了 飞着这个大招还在手 还不一定舍得换啊 因为有一手聚合光束 就我还是得要收益 Jookie的这个武僧 虽然说自己伤害很高 但是经常走位特别激进 对 刚才也是跟自己的辅助走道 对 几乎每一次 每一次医学率都是他 医学都是他 更高的收益 也会带来更多的风险 这边后手头一手核爆 断你的后路 正面 被招散了这个核爆 还有一分钟 这手交着一个聚合光束 但是没有保住加利 是 这个聚合光束 其实并不能造成 特别多的一些伤害 对 就是现在莫伊拉这个版本 特别疲了 对 就是大家觉得为什么软 辅助又不能硬保 就是因为这个大招呢 其实是 只能保一定的程度 而且 基神这边还站着自己有原始爆 怒鸦特别靠前 带领自己的队友 已经那边因为有一手 扎里亚的副盾 是可以留的 没有问题 最后一波 看一下LEB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可以考虑换查查他 因为这个 就莫伊拉哪怕在最后一波 打出大招 恐怕效益也很低 是的 没有选择阵容的更换 那手上只有一个接号令和原始爆怒的话 进攻其实是很难打的 而防守防 这边Tim CZ Orchid的身材 还握在手里面 重力盒马上好了 直接压在小房间 压前点 想要攒大招 这边重力马上要好了 哇 在这个位置收了很多的能量 因为重力盘勇 直接打出来 选一步吸住 逼出对手的音障 还有10秒钟能进点吗 应该可以 这边LEB要注意拉点了 CLEB这边是开启了原始爆怒 想要强行卡点 很简单 自己血线掉的也是很快 这比他已经掉了 而且这边破坏球也没有 重力朋友最后吸收 吸了一个紫禁的低吧 但是紫禁吃了1万吨资源 真的死不掉 是 后手场面上的伤害已经不足了 嗯 那这样的话没了 这个点最后一面 还是没有办法被拿到咱们这一个 呃 上方刚才这个人 人人的互换的博弈 应该说是真的蛮精彩的 就是紫禁跟那边的一个 贝特的辅助位的一个博弈 呃 上来是觉得你的查塔这波可能有胜 然后呢 我又 你就摸不到我的后排 所以我换一手安娜 多一个捕线 但后手 你换成这个沐伊拉 我马上就换成我原来的一个低吧位置 对 其实我自己个人对沐伊拉 对查塔 然后沐伊拉 安娜 这三个点 嗯 这三个点为我会觉得说 沐伊拉是整体团战收益最小的一个点 是的 像安娜有静辽萍 他有医伤 有肾 医伤可以增加团队的一个集火效率 然后静辽萍的话也是增加团队的集火效率 从团队收益上来说 沐伊拉几乎 除了治疗量 其他都给不到 沐伊拉其实强的话是强在生存上面 我们通常来说的 是的 他有所谓一字堡 对 这个是比另外两个团队辅助都要命好这一点 对 但是呢 确实在面对Deva 尤其这个版本Deva的出场率还是很高 是 或者说Deva的出场率从来没有低过 所以他的黄球跟黑球其实都不是特别好放 关于是沐伊拉这个英雄 如果对上对面那种队伍集火做不好 还有一丝可以用的可能 但是对阵上这种强集火的队伍 对上这种老牌队伍 就不和你说这些 有的没的 对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郭文呼唤之后 LAB的什么制容 还是拿一套带破坏球的303 他们也是铁心拿这套制容的 但是防守帮的话 应该多半会拿查查 不会选择沐伊拉这样一套东西 看一下TeamCC怎么来打吧 但从这套制容上面来说 作为防守方 他们整体的位置就会变得很尴尬 特别是费色这个缠压塔 很有可能会被一波击上 他现在需要跟自己的另外两个辅助 保持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 对 但是SINCE这个点位 又一定要和自己家的 就短腿双T有联动 是的 那以至于缠压塔这个点一定会非常靠前 那我们看TeamCC这套阵容 激动坦303的话 很明显就是强失你嘛 你这个缠压塔的生存真的很尴尬 看一下会不会 因为他们刚才防守也是缠压塔 找到缠压的位置了 直接来跳 但是对面退的还可以 这一波LAB退的还是蛮不漂亮的 但是LAB这边整体位置被压在了 这个房间位置 这个砸的其实蛮不漂亮 但是收不掉人头 是扣掉了很多人 整体伤害不足 而且撞到了一个 这一波 双腹被带走 那CC这边是被包了饺子 但是自己也是换了人 但是强行换掉一个蓝 HUD应该不太够 看一下KHUD如果能活得这么久 还有机会 但是应该感觉也很难 他们现在是强行想要换人头 因为我觉得说 CC作为进攻方他们返场 肯定是比LAB这边 现在的话 OK 这边是吃了 吃了几件号令 吃了自己的蓝甲一波往前 打的也是很凶 对面强行开了圣 但这个圣说实话 只是保持自己的双腹的话 意义不是为大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靠谱的支出 是的 那这边只有卢孝 还有查亚塔可以逃出升天 还好是查亚塔溜了 否则的话这个B点可能一波瞬转 但是他刚刚这边一个圣开出来 算是他们B点的一波隐患 对的就是等会B点自己少 一个辅助群大招 而对面接着而来的就是CC 这个拍在脸上的两个辅助大招 是 而且CC这边还有双T大招 根本不怕你这一波众议朋友 嗯 现在LAB要看自己双坛 怎么开两个人 两个人它都互撞 但是这边是兼顾先死的 拿了高点位置的 找到没有伸的残压塔 银杖放得很漂亮 但是还是很难活啊 在普逆手原始暴怒 就找你这个残压塔 是的 而且顺路还拍死了一个 我的眼里没有别人 这边 哇 这边派后加利军还拍死了 而且我雷尼哈特也输不来 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踩到点上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TeamCC还是在 拉到A点门口的拱门上面 看一下 防守方的辅助位选择很有意思 选择了安娜加上这个 天使 但这套是在已知对手 不会使用地面阵容的时候选择了安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娜的存活 AUKID这个位置的存活其实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面对对面这把拔刀的时候 自己会显得稍微有点无力 Melo 准备摸过来 他之前的黑白盒的表现也是给我们亮眼的一个发挥 但是 今天跟他作为的 也是国内顶尖的长枪位 K Heart 刚说完一枪 是的 先给你个下马威 那可以看到K Heart这边给到自己家雅库莫很多的一个输出位置 嗯 这边要想一下的 因为对面现在二楼的先有奥利沙的盾 这个你 没盾的跟有盾的就居肯定是没什么胜算的 那可以看到Melo换成了裂空 在上一个 黑影 要打黑加刀的一波一波攻是了吗 对 但是这一波的话可能是要他想办法来落一落到后面来 从地堡落到后面来之后呢 能不能小黑 右键配色一下原始的一个途径来打一波 正面原始已经在晃了 在找黑影 没找到 我们看一下黑影的位置 哦 这边安娜在这个位置上面很危险 这回回来 还好 还好有个盾 这边温斯兰就干扰了 就是说黑影在什么地方 后面黑到了安娜 睡在地上 哎 没枪 差点 没有拉满 对 虚定没虚构 还好这一波还是稳住了 下来对手黑影之后 吹得勉强的往前推 但是 桥洞这个位置可能要被离开了 哦 一枪爆头直接带走 拉啊 对枪有点秀 秀起来了 而且下一波OK 在这边稍微做一下poker 之后自己会有一个偷使 这个偷使对黑影来说 是这个毁灭的打击 是的 而且阿库莫手上还有一个天降阵义 可以进行释放 对对面这种要过桥洞的走位来说 是比较难受的 对 现在整体来说这次的技能会占一个优势 四到五个大招都已经在线上 那接下来LAB 自己的刀和电子卖冲还遥遥无奇 那Six这个激素应该是会给到温顺 想要温顺去做一些事情吧 对 让温顺去做一下骚扰 现在还没给 哎 又先卡了一波二楼高台LAB这边 对 二楼高台还是要必须卡的 接下来去看一下对面华老师走位 激素给了温顺 电天使电了一波 但此次雪天已经不准健康让我回跳 哇 激素天使 长天宝 长天宝 方方打了个一换一 和原始都互换 但是这样的话 华老师一是大张放火了 和暴还带走了对面天空 嗯 而且这边给了一手透视 但这一波进攻应该要引起西鼓的 现在没有什么 这一波没有太多的胜算 呃 可以看到LAB这边辅助线是换成了 布里吉卡和安娜的话 其实对对面 怎么说呢 KHAR这根圈队做的 就很难去针对到这个点 来到这个节点的话 是因为你不能挂到一伤 意味着说你很多时候 然后也不带加速也摸不到 是而且KHAR这个点会挂得很远 木屋神移开了 正面还在做强行的打 那这一波温斯拍的模样 应该是地面上的辅助 这就是东西来管了 但是也只能管一下 其实有天使情况下是杀不掉的 是啊 怎么去限制KHAR的一个个人输出 进距离一枪 进距离一枪直接带走喵 那这样的话 温斯顿上的已经 全已经被掉了 直接左键凸掉 这一波还是帮助队友 能够稳固的守住这个A点 是的 小地方也被收掉 那时间还剩最后的一波 我们来看一下LAB所有打算 好歹是攒出了最后一波 接近激素刀 加上黑这一套combo 那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以前在打这张地图 带百合的阵容的话 如果说要带机动卡 机动C的话 一定是会带那种 有机动性的辅助线 或者说是这种长手辅助线 带一个 卡塔 像长安塔这种 是的 但是他们带了一个布里吉他 其实给到前面的资源是非常少的 看一下这波 黑加刀加激素 终极的combo 这刀带了挂剑 带了两个挂剑 但这波先等透视结束 以防被突进来一枪爆头 我们孙顿先跳了 这一波没带大招 对 先去凯一下对面 这波直接死了 一个牵掌正义 连带两人 激素刀 两个 三个 再能砍几个 车上有人 但是车上有 有两个双气 双气都在那边 搞黑白河 但是这一圈没找到前 找找低吧 小黑白收掉了还可以 车还到往前走 这一圈现在压的比较低 黑白河一丝血 黑白河也是一丝血 掉了还可以 这个车有机会吗 像铁圈反场了 自己赶紧往后溜 好的 坐回来 哇 酒精无险 这个车应该只能过一点 还是激素刀这一波 打得相当稳当 就是反正盘为什么 就 就活不下来就活不下来吧 也没办法 没资源 两边其实都有一个人员互换的情况 只是说 LAB这边清净的资源更多 这对这把刀 这个黑加激素刀还是吗 是的 那看下一个 我还说时间不是很充裕 而且资方证的话 对于把刀就没有这么好的 发挥空间了 接下来Melo换成了麦克雷 一个卖元的组合 还是安娜这个辅助的话 接下来可能资源就不是能够吃 布里吉他想抢马后排 但是天空是先没吃的 OK这时候先带着对面天空 嗯 我们上次也是配合到布里吉他一个助攻 说明天空也是就被接住了 死LAB这边带着 毕竟是布里吉他和安娜 如果说就OK的 当时是站在高牌上面的嘛 能够做集火只有双替合一个原式 麦克雷又是在地面 整体的伤害线并不是特别低 对基本上很难 第一波集火让对面复死 好那接下来这一波 有核爆 但是哇 今天这个伤害打得很足 核爆先丢了 但是也没有不理他 方向不丢了一波核爆 对但是门口还是 然后卡住你这个路口 不让你轻易过去 找到你的原式 还是黏住 这波进攻方 防守方式好像放了一手核爆 而且把门口 把你的Melo的麦克雷收掉 哇 而且这么凶嘛 七点血兄弟 主要是已经 这个其实是A点 这个已经是A点了 还吃了进流的 天空过来拍一手 自己能不能溜 天空军有点低 应该是跳回波点了 还可以 这一波下面又是一把鸡子糕 看一下能不能利用这刀来打吧 但是下面这一波就是有剩了 这就不是很好看了 这一波就不跟上一波一样 因为上一波 那个时候OK的选择是安娜 但是这波前压的收益还是很高 可以看到K的手上已经快有了 鸡子温色 但是哇 鸡子温色还是被接 瞬间被接 这一波估计都没想到啊 直接就这么吐死了 那刚好 最后30秒 如果要阵亡人 的话就来不及了 所以现在 噢 紫荆这个配合查亚塔的一个集火 非常完美 所以查亚塔在场上 整体的集火效率是非常高的 嗯 Melo是好歹收掉对面的OK的 让对面不太敢这么造势 要稍微退一退了 放手吧 除了能够碰到没有问题 但是CO手上的一个阴障也快好了 其实 对于LAB来说是很不好的一个消息 就是双幅打招 现在来接你的刀 是 TeamCC可以直接去强接 看一下这把刀怎么交 LAR现在比较好的结果 就是换那边虎子打招了 我觉得 然后打到残局 利用骑身手找一些机会 那自己这个位置很危险 已经被盯上了 给一个呼架 把刀来了 但是温色就没了 直接交胜 也不定是大招 但是被神手 毒了一个KR的一个渣点 渣点 渣点还是带大吊的 火爆还炸死了一个 音障也没有机会散出来 还是想要利用自己的双气 嗯 有大招 长一拖时间 你现在能不能有所斩获 有点难 但对付瑞西亚 血源也不是很高 能拍掉应该 但是对手这边 整体集火做的也不是很好 冰还把查尔打清掉了 SINCE安娜 这时候散光那很关键 还是长一蛮你好 安娜被带走 是的 我直接放了银在车边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风声 胜利奔勇 机甲还是上去了 双方还在座头 Melo已经是第二个神射手了 强行打爆你的机甲 打爆机甲 对场队的收益很少 哦 这个小低吧 已经听到对手的麦克雷 车上应该对手 没有什么太多人 反场的Line 对面也是被直接定住 那刚好车应该停下了车 门口必定 那这个位置的话 等会看一下 TeamCC怎么来打进攻吧 嗯 是 就我刚刚其实想说一点的就是 TeamCC哪怕没有双虎大招 嗯 在应对上对面 拔刀啊一些技能 因为他们一般来说会就 如果不是双虎大招做counter了 可能会让机器人去做干扰 无论是前面先黏 去压进你的血线 还是后手直接用大招来开飞你 都是一个其实对于拔刀员 会有迪瓦再撞一下 Cell这边再推一下 一手加速直接拉开 就拔刀员是很茫然 我应该去砍谁 是的 那接下来看一下 TeamCC这边攻防护腕之后 自己来怎么打进攻 其实直到B点的一半位置 这个位置对他们来说 不算很远的一个地方 LAB的防守 Melo拿出了黑白盒 长枪短刀阵应该是 辅助为人要选择是安娜加上布里吉他 就像之前讲了一样 知道这种的主要问题的是 第一资源不够吃 第二呢手没有那么长 布里吉他这个位置 会有点容易前后难过 一方面来说 他选出布里吉他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后排 接一手跳 但是前排呢又想要去兼顾 你确认任何可能的结果 看一下这边挺CC怎么来 对面硬的这边就要选择 皮卡的这边应该 还是会选择拿出黑白盒 那有可能会打一手 单黑白盒一套阵盒 那我们看一下 防守黄欣在前面压一波 H二楼高材 好 KR的选择的是扎利亚 没有选择黑白盒 那就是要比较扎实 打一套Winson 303 是的 那TeamCC这边 选择靠车打 嗯 靠车打也没有其余去做跳的动作 应该说第二时间的时间 再选择去跳 而且可以看到 TeamCC这边对于Melo的一个 这个枪线规避的还是不错的 就拿车当掩体 这波跳了 但对手射离很快 想要激活 对手还是没有给你这个机会 那这个远速还要早点溜 哎 反杀掉的一个奥鞋 奥鞋子明显在四面准备绕过来抽 抽五连 就被抓到了 凶 让你凶 他是想从车的这个位置绕过来 直接一手对手的后远 后退路 车被当时卡一波 但实际上是很充裕 而且Melo这个位置 现在拉过去架起来 现在对他的枪法 其实还是蛮多考验的 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开枪的机会并不多 对手第二时间肯定会来干扰你 但他这两枪完全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温索过来限制一下 跳起来 但是机器人第二 这一枪抽动了有点 所以血线被压得很低 没有办法再造刺了 但机器人这边是被一波带走 机器人刚才这一下 因为是空中被最初反打的一枪 所以说导致自己的血线有点危险 这一波还是Melo的枪法 还是适时的发挥了一下 接下来会有所透视 那顶位现在还剩2分4秒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 CX要怎么来打 他们的重点还是放在温斯顿 可能快有大招这一波 机器人也有大招这一波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重新去限制Melo这个点 直接把你的Melo拍死或者完全赶走 这边CX取着盾 压过盾亮 对 但是对手后排后面有两个人应该是 合爆从后面来的 手压 没有炸掉任何人 可以直接拔到激素刀 被剩counter 而且还被一个合爆 counter了位置 激素 合爆也是直接炸死兰娜 而且车已经到点了 这一波有点尴尬 快六 还开启了一个英雄集结压 在车边 车边还是有人的 这边没什么办法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打完 我们看一下 EV后面最后打算 因为车已经很近了 基本上要王命连续手这个点了 是的 而且地霸是最后一个叫的 要等一波最后的一个反场 来去一波最后的点 手上是捏着一个重力朋友 就等你们前呀 而且可以看到天空手上这个超充能器没有一直放下 大家就也没有选择分下 最后这一波放了 在超充能器直接被打掉 放到位置太靠前 车四米直接吸 能不能碰到车 感觉碰到车了 那这样的话是 是 TAMCC 顺利拿下了最后一张图